我今天要去愛爾蘭 今次的行程是先由倫敦回到愛爾蘭的首都柏林 回合了朋友之後就坐三個小時車 到愛爾蘭第二大城市Krogs 玩幾天回到都柏林送走朋友之後 又坐三個小時車西征去另一個城市Goway 在全歐洲最高的縣崖Cliff of Mohair 你很緊張呀 出發 來到愛爾蘭我們吃的第一餐是韓國夜 為什麼要來這裡呢? 因為我的導遊說 這裡是有兩個俊男人在煮東西吃的 開動吧 不是會有肉體嗎? 金星 開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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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動吧 est 開動吧 好大空 為什麼這麼重要啊 其實因為愛爾蘭以前很痛 大家做生意都要出場頭 要出壞一點 這位Molly小姐就利用低風政策 露一點 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幫她買東西 但你看到這兩位已經白了 是因為被摸得太多 這裡 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威士忌廟 以前我不喜歡喝威士忌 但不知為何近年 開始懂得欣賞 所以現在做working holiday 做那份工作 都要接觸在酒吧 所以要接觸很多酒 所以 如果你問我 Single Mall Irish Whiskey 我完全不懂 我只是看招牌 不過看見這些應該是不便宜 而且很近 250歐一支 2千多元 其實很便宜 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我喜歡喝GENIX 雖然是很便宜 但我喜歡喝GENIX 喜歡喝咖啡 但我喜歡喝咖啡 也不喜歡喝咖啡 所以要喝咖啡 所以要喝咖啡 就要喝咖啡 好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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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位愛爾蘭人都很熱愛日本的咖啡酒 就像你喜歡喝河一樣 所以不要說太多了 我去喝醉吧 大家經常喝啤酒 你又知不知道啤酒是怎樣形成的呢 啤酒主要是用麥、酒花、水一起發酵而成的產品 講白一點 其實啤酒就是酵母菌的排泄物 而不同味道或品種的啤酒 都會因為所用的比例或發酵的時間等等有所改變 而Genix也是因為它獨有的釀製方式 而令它的味道那麼特別 講回Genix Storehouse 其實就有點像蝴蠔盤 每一層都有不同的主題 除了會介紹啤酒的釀製工序之外 當然不少得都會講一下Genix的歷史 它的廣告等等 到最後 當然是試飲的環節啦 參觀完Genix的廠之後 最期待的當然是試試它新鮮的啤酒 每一張日常券都會附送一杯啤酒 那我呢 就應該可以及待這樣喝了幾瓣 我選了一杯Normal的Genix 而我今天是雙風和兩毛的 所以基本上沒有了味道 不過 來到這裡 怎能夠不喝呢 Chiya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發掘愛爾蘭 喜歡的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啦 Bye Bye